我們現在討論的 並不只是新竹的兒童醫院 容積率暴增是不是違法的問題 我們更要探討的是 司法到底有沒有雙標的問題 為什麼在新竹可以 在台北不行 民眾黨發言人陳志涵 炮口瞄準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指呼新竹而依容積率暴增 也有問題 行政處分是由行政法院來判定的 而且相關的法律也是如此的決定 為什麼到台北市的時候 變成了是由北院跟北檢來做判定 新竹市如果是行政法院來做判定 為什麼台北是由北檢 還有北院來做判定 我們在講的不只是 新竹而依的容積率暴增 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而是司法檢調有沒有雙標的問題 而他口中說的新竹馬接醫院案 指的是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讓新竹馬接兒童醫院 容積率從250%暴增到450% 比精華城560%到672% 比例還要高 只呼查圖利全國查起來 不過林志堅馬上反擊 表示容積率調整合法合規 有其必要性 面對惡意指控將會採取法律行動 把這樣子的一個福利設施 拿來抹黑造謠 拿來跟這個台北精華城圖利的 這樣子的事情來做對比 我只能說民眾黨 你們真的是犯了眾怒了 一般有良知的人民都可以看得出來 民眾黨如果要用 污蔑醫療人員的方式 來達成自己唯位救照的政治目的 這一點是不會被新竹市民 與台灣民眾所接受的 民進黨新竹市黨部也發表聲明 不要拿守護兒童的醫療建設 當作包庇柯文哲貪污的遮羞部 看來這把火還會燒個不停 東京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當代更新到金華城岸在今天下午的最新進展 透過畫面您可以看到了 這是柯文哲他在結束 將近三個半小時的提訓之後 是已經被還押到了台北看守所 時間就在稍早的5點03分 而透過畫面您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在過程當中走上求車時 還不時的回頭望看向了鏡頭 好 為什麼我們說今天這個提訓是相關重要 原因就在於說柯文哲他是在 關押的第六天之後遭到提訓 那麼要來釐清什麼 現在可以注意到的是 檢方現在全面動起來 這是一個時間戰 原因就在於柯文哲他在昨天的時候 他是委由律師團隊來提出了他的聲明 包含說他現在已經確定了他不提出抗告 而就在他一聲明不提出抗告之後 馬上的我們可以注意到了 在昨天的部分是審慶金 他已經被提訓了 再來就是今天上午的時候 包含了是這個彭政生他也遭到提訓 那麼在今天將近三個半小時的提訓 的這個偵察庭過程當中要了解什麼 就是要來釐清說三個人的公辭 尤其柯文哲他在整個訓問的過程當中 是時間最長的有長達三個半小時 當然就是要和兩人的證詞來交叉比對 好 主要來釐清什麼 當然就是第一點 那麼就是1500現在確定 並非是時間而是金錢 檢方懷疑這就是他收賄的證據 再來第二點是什麼 就是他有親自批示 怎麼做都行快就好 究竟是不是由他來主導整個金華城案 導致圖利了兩百多億 這都是現在檢方要來釐清的重點 再加上今天下午還有個最新進展 那麼就是檢聯他們秘密傳訊了秘密證人 他是一名前北市的官員 也將他找來了 包含說這幾人的公辭 現在都要來一一比對 而我們也注意到了在結束了將近三個半小時的偵察庭之後 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也走出了法院 王牌律師團有誰 包含了是有陸正義還有鄭聲媛以及蕭逸紅 不過三個人面對鏡頭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想必剛剛在法庭上是經過了一系列的攻防 好 那麼再來注意到的是在周邊 不論是柯文哲今天他是要來這個提訊 或者是他離開要還押看守所的過程當中好了 警力都是全面戒備就擔心會有衝突 包含在周邊我們也注意到有小草 零星的小草是低調的來到了球車道 當他看到柯文哲的球車一出來之後 是默默的說柯文哲加油 是希望說能夠為柯文哲聲援 好 不過不論如何 在今天的這個提訊的結果過程當中 可能都會找到一些新事證 如果有最新消息 請持續鎖定東三新聞 我們會有第一手的報導 以上是現場最新 你知道金華城的這個容積獎勵的事情吧 這你知道吧 大概細節我不知道的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就在議員猛攻質詢下 想必柯文哲對金華城案會更加小心才對 想不到金周刊又爆料 柯文哲在2021年 竟然在金華城子公司 鼎月公司陳情書上 親筆批示圖產業局長 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 公王返不如大家當面確認 已經花了兩個月 在確認你查說 當局有些什麼事 我不曉得理想什麼事 因為通常如果有交代 我們一樣會交給製辦客人 你現在講這個什麼事情 我現在完全沒印象 十岸產業局長林崇傑 似乎裝傻到底 傳出當時底下公園 愛與長官交辦只能照做 為了自保 將柯文哲親筆批示影印純正 現在都成為檢調的關鍵證據 如果下變遷下條子是他的一種習慣 那請問他對於其他重大的開發案 是不是也用一樣的手法企圖干預 過去揭露柯文哲寫給彭政生變遷過 各種條子都在傳達柯文哲的意思 就有柯市府公務員透露 要過的大案子都是彭政生當PM 不會過的就找李德權 因為彭政生是出了名使命必達 甚至有關鍵共犯共詞聲稱 金華城公文有快速通關禮遇 彭政生擔任主席的這樣的案件 有通過的 通通都要把它拿出來 全部來徹查一次 這是一個司法的 偵訊案件之中 在司法中 我們都尊重司法 我生前就 這個事前就有聲明過 我的這個自己的事項 所以我謝謝您的關心 柯文哲任內 其中一位副市長林青蓉 終於現身回應金華城案 這次被捲入風波 屢次重申反對意見 城案到底誰在背後指示 輪廓已經越來越明顯 都在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司法焦點總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三個帳本 是檢察官未來要查明的 第二個就是今天下午的時候 柯文哲被北檢提訓 那提訓人這個時間 已經逼近快三個小時 那在三個小時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掌握到 大概在下午五點多的話 就會來還押到北所 如果有最近消息 我們也會為大家來掌握 那這一次呢 其實有不少的插曲 包括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我們記者有掌握 三名律師突然從 這個庭上面出來 以為已經開完了 好 但是是因為續經一場 只是因為暫時收聽 而且大家一度以為說 可能時間會拉得比較久 因為畢竟上次在昨天的部分 神經金開了大概三個小時 被問訊了將近三個小時 但是柯文哲恐怕會更長 但現在我們掌握到 可能是五點多 就會來還押 好 那這次在這個 三個小時多的這個時間裡面呢 有什麼重點呢 關鍵就在於 好 你現在看到的 最新畫面是什麼 這個就是柯文哲即將要還押 要走上了這個球車 現場的狀況 我們先一起來看 好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是柯文哲上球車 來還押的這個狀況 那柯文哲到底在這幾個小時之內 到底被問了什麼呢 其實現在外界都認為 恐怕跟彭震生跟神經金的 證詞都會有關係 這兩天 這兩個人都是一個焦點 那今天檢方一定會拿 他們的證詞來問柯文哲 好 神經金的證詞會是什麼 是跟收惠是有關係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行賄者 尤其是那關鍵的一千五 到底講出來了嗎 好 對於彭震生的證詞是什麼 跟徒利是有關係的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 交辦你去做這些事情 柯文哲跟彭震生的筆錄 勢必要再來做一個重點 看有沒有人來說謊 好 另外最關鍵是什麼 當然是秘密證人了 今天北檢特別約談了秘密證人 他先到了廉政署 之後大概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來到了北檢 那在北檢的復訓完之後呢 大概四十分 三點四十分的時候 就已經來離開 好 我們初步掌握 他是這個北市府的人 可能跟當時的金華城案 都有一些相關聯 而相關聯要談的是什麼 解放切入點 絕對就是在土利上面 儘管柯文哲他不認都推給彭震生 但是這個基層人員 當時在交辦一些任務的時候 長官是怎麼交辦你的 那長官的長官又是怎麼去做交辦 這就是現在檢方是要過來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人是一個三角形 包括了沈靜晶 彭震生 柯文哲 他們三人的證詞 今天檢方會在主意的比對 比對完之後 就會知道到底是誰說謊 以及這些不明的金流 到底應該是怎麼樣去留到別人的賬戶 這也是檢方未來要查的重點 好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近情況 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主播 市長是走在流行前面的人 前後兩位台北市長 黃大洲 柯文哲同框 玩自拍一旁 還有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 這是在2020年11月的一場音樂會上 如今隨著金華城弊案爆發 威京政策經建黃大洲兩百萬 三人關係非必尋常 省城池基金會的董事 那他在這個金華城 也審慶京在爭取更高隆機的時候 他也一直扮演幫他發生的角色 我想這真的是史上最醜陋的一個官商勾結 檢調持續追查金流資深媒體人 周玉寇也指出金華城從工業用地改為商業用地 並准以金華城以商三用地獲得560%的容積獎勵 就是在黃大洲任內 讓周玉寇直呼黃大洲出現在政策並不意外 而黃大洲在卸任後還擔任威京集團董事長 零的電話將轉接到雲音信箱 實際致電黃大洲本人介告前尚未得到回應 據了解黃大洲妻子都在表示 他們不拿這些亂七八糟的錢 但從黃大洲跟沈慶晶的互動不難看出 兩人好交情 周玉寇更加碼質疑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呢 黃大洲被直擊私下到黃珊珊進總參觀 更對她讚譽有加顯見兩人好交情 再加上金華城容積獎勵爆增的關鍵決策 在柯文哲第二任市長任內 當時黃珊珊是副市長角色 外界關注 我覺得他這個幕後常進人的角色 是不是就是幕後的那一隻黑手 有待檢調出來更進一步的調查 金華城案持續延燒 账策曝光角色的人物也成為檢調追查重點 就判盡早針清真相 東森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檢調偵辦金華城案發現背後官商勾結 向肉縱串 因為根據近週刊報導 檢連查扣危機集團帳策中 有多少人可能協助過金華城開旅燈 都被一一記下 所謂論功行賞到什麼程度 到底這些真的就是讓金華城 從工業用地變商人用 從本來一塊廢地 然後變成一個非常有經濟價值的地 層層的協助 所以這也是現在 讓這個案子越來越複雜 也越來扯出越來越多的 一個官商勾結的問題 據了解帳策記載 微經集團曾前後編列兩次高額公關費 一次一億八千萬 一次兩億五千萬 總共4.3億 在2022年10月 金華城確定獲得840%容積率之後 顯清金大手筆論功行賞 名單上還經見曾擔任金華城董事 前台北市長黃大舟 支領200萬 金華城董事長陳玉坤200萬 微經集團協力宋寬人450萬 法務經理陳俊援200萬 領會每根吳佩玲各拿到50萬 雖然微經集團人員入列並不違法 但扣掉給遭積壓的印小為4500萬 獎金大水庫裡還有3.7億3500萬元 進了誰的口袋 哪些人還沒被曝光 這麼一個盤大的利益 我想像上分配也是一個很大的美感 這個名單還有其他的人 我想陸續會出現哪些人的名字 基本上我們都不意外 撞車中有個名字陳俊援 就與前台北市議員撞名 疑似是網紅陳怡的爸爸 對此陳怡回應強行被拉入劇本 不過隨著檢調追查 整個金華城案共犯結構 似乎超乎想像的錯綜複雜 台面上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東森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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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整本帳簿你知道嗎 除了李文中財務部以外 我們其他人都沒看過 因為我們就想說就相信他去處理 又是不知情全推給他人 柯文哲對木可金流真的如他所說嗎 根據《鏡週刊》報導 柯文哲與木可公司負責人 李文娟LINE對話記錄 柯曾詢問某知名媒體大亨的100萬元 處理進度 某知名食品廠負責人50萬元 到新故鄉的帳戶 哪一些從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從選舉剩餘款支出 這些我在找你討論 我認為李文娟只是 這個木可公司的辦事員 也就只是幫這個柯文哲處理財務的 那我不需要講 柯文哲從這個上個月 8月6號開始 每一天都說謊 對話中柯文哲還要求李文娟 兩個月內告訴他 關於眾望木可和新故鄉基金會 有多少錢可以用 法官因此認定柯文哲對他所掌握的 相關帳戶金流與支配 都具細迷移的掌控 而非他之前所稱的不知情 我認為柯文哲恐怕是一個拉得慢 但是在處理精華城市情 就快就好的男人 所以在這個慢慢跟快快的掌握之間 我跟你講柯文哲 柯文哲是不是對於市民都有大小眼的狀態 自己高舉道德大旗就算 他又常常去檢驗其他政黨 有整天跟人家比爛 老實講那就是一個精神錯亂 柯文哲過去建立的高道德標準人設 如今卻成為弊案被告 尤其選舉補助款7300萬元 以及木可肖像權400萬都還說不清楚 這些金流到底有沒有勾激到金華城 目前是不清楚 有沒有可能跟這個所謂PG車手 陳佩琪有關 我想這是陳佩琪自己要去面對的 柯文哲爛戰風暴 沒有因為羈押禁見而跟著停歇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柯文哲五大爭一案背後的關鍵角色是誰 這時冒出了時任懺罰局長林崇杰的影子 例如北施柯案潛在投資人訪談記錄當中 主持會議的人是林崇杰 有例如第一魚果市場改建案 專案會議當中也有林崇杰的親筆簽到 還有南港轉運站BOT案也是懺罰局主責 再來看似與懺罰局沒有直接關係的金華城案 110年9月9號的都委會會議當中 委員之一竟然也是林崇杰 他是誰 為何幾大案中總有他的身影 難不成也是位關鍵角色 林崇杰的確是柯文哲的愛教 當時是對他非常非常的信任 很多的大案子都是親自交給林崇杰來處理 林崇杰這人真的是柯文哲愛將 曾在都發局工作 更成為產發局局長 甚至是民眾黨創黨黨員 一路走進柯文哲心裡 也果然一路走進了台北地檢署 日前就因為北市科地上權招商案 涉嫌圖利星光人壽被約談 希望檢調單位後續能夠積極的來釐清 到底柯文哲的Memo給了林崇杰的時間點 後續又怎麼樣來處理金華城的容積接管問題 這樣的關鍵身份過去擔任產發局局長時 能力卻多次被質疑 例如2022年北市府公務員網軍風波 他就被懷疑有包庇 現在連2021年金華城案都委會會議上 也被認為是隨便應付 這兩點是不是請教說明一下 謝謝 那個專案小組提出意見 那那攝影單位都有適當的回答 沒有額外的意見 後來林崇杰被約談之後 還大方分享心情 說受到陳四大師開始後 心已經漸漸靜下來了 那也希望菩薩能帶他度過這場危難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自從柯文哲被搜索了之後 太太陳佩琪也連帶成為關係人 雖然目前檢方將他列為證人 不過據傳他現在幾乎沒有天天回家 而是選擇住在旅館 而這樣是為了躲避媒體 還是為了躲避調查 一家之主不在了 所以這家就不待了嗎 從連檢開始調查柯文哲的政治現金案後 陳佩琪的行蹤就很詭異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 我在外面 我說好 那我就 我從旅館要回去 就從旅館回去的時候 我發覺他在滅什麼證 他在廁所裡面洗澡大號 自己都說最近大多住旅館 是想避免出入不便 但10號中午一度有消息傳出 陳佩琪被連政署約談 他這才終於發布訊息 暴露自己的心中 強調目前人還在台北市大安區 沒有接到任何司法單位調查約談通知 不過現在就有媒體人懷疑 隨著柯文哲被收押 陳佩琪很有可能被轉列被告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來的 柯佳的金流至今還是個謎 先前平面媒體就爆出 健方目前掌握的關鍵 就是柯文哲賬戶內收支不服的700萬 而這麼剛好在她和應嫂歪開便當會 以及金華城收到見招後 太太陳佩琪多次帶著白花花的鈔票 到ATM存款 甚至還分批存進兒女帳戶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沒有人有像你有這樣子的問題 為什麼唯獨只有柯文哲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一下說是收尾錢 稿費 演講費 一下又說是小額理財 但這金額怎麼樣就是對不上 陳佩琪說吧 便便便 到底什麼才是真相 無人知曉 現在家不回了 是真的躲媒體嗎 還是怕連檢再上門 同樣有很急的理由 卻沒人能擋得了 東森新聞 吳才嫻隨歡 Terry好道 北市議會金華城按調查小組許淑華 在臉書PO出這一張公文 說金華城重要公文曝光 強調柯文哲 絕對知道金華城840%容積率 他特地在公文圈出公文中的第四點 將每一次會議的時間與會者 決議判決全部都詳使羅列 強調整個台北市政府基層公務員 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而在公文中最後擬辦這一段文中 當否這個用詞是基層在向上請示 詢問柯文哲 真的要按金華城陳情辦理嗎 但是在上程途中不知道被何人刪改 連詢問意見的當否文字都被刪除 最後變成一路開綠燈通關 不管怎麼樣你們就是幫我處理 幫我研究 幫我研議 所以呢趕緊送到多文會去做處理 什麼話都不要再講 所以柯文哲就親切了 許淑華還強調柯文哲在這一份公文上 是親自蓋章 公文內容詳實交代代表柯文哲 親自看過才會蓋章 許淑華質疑 當否這兩字是誰刪改的 竟然忽視公務員意見 對金華城的要求言聽寄從 而柯文哲竟然還推說自己對840容積率不知情 實在難以想像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